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刘备 关羽 张飞三人联手登场才成功地击败了吕布 刘 关 张三人击败了吕布 提升了诸侯联军的气势 打击了董卓的嚣张气焰 这是邪不压正的经典 所以这个故事才能流传这么久 一直受到大家的欣赏 对战吕布其实最开始大家也是采用的单挑打法 由张飞先上 因为之前关羽曾有过温九斩滑雄的战绩 所以此战让给张飞 让张飞也能露一手 张飞和吕布的交手情况还不错 和吕布暂时打了个平手 但是接下来的原文却突然安排了关羽上场 令人大感疑惑 明明张飞和吕布打得不分上下 关羽为何要上去帮忙呢 原文 联斗五十余和不分胜负 云长见了 把马一拍 五八十二斤青龙艳月刀来夹攻吕布 关羽为何要上去帮张飞呢 很明显张飞不敌吕布 要不然关羽完全没必要多此一举啊 虽然在徐州的小配城一战时 张飞和吕布打了个一百回合不分胜负 貌似两人的武功不分上下 但是在虎劳关前的这一战中 张飞确实是不敌吕布的 此时的张飞远远没有徐州时那么厉害 这其实非常好理解 张飞自从卓俊起兵 最主要的对手就是黄金军 而这些黄金军以前都是农民 哪有什么战斗力 所以在这些作战中 张飞的武力提升并不是非常快 而且张飞打黄金军也没有打多久 之后基本都是太平年月 他并没有再上场杀敌 此时和吕布交手 应该算是张飞第二次真正意义上的上战场 所以说当时张飞的战斗力 未打巅峰是非常好理解的 后来张飞跟着刘备四处征战 作战经验越来越丰富 所以才能在徐州期间和吕布 打个一百回合不分胜负 关羽上场帮张飞 接下来刘备又加入了战团 三人一起围攻吕布 最终吕布不敌 败退而走 以上便是三鹰战吕布的全过程 不过对于这场作战 许多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不少人认为刘备这家伙上去就是多余的 而且吕布最后的离开 就是从刘备这里打开缺口的 所以说刘备上不上场根本没什么关系 甚至还有人说是刘备上场故意放走吕布的 事实上大家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疑问 质疑刘备上场的作用 主要是因为大家觉得刘备这人武功不行 而且从后期的作战表现来看 刘备几乎每次都需要别人保护 由此怀疑刘备在三鹰战吕布之中的作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刘备这人的功夫究竟如何 刘备出场时是一个知习饭侣的穷苦青年 虽然有大志却无人无才 关羽出场时虽然看起来红武有力 但他是个逃犯 他的整体条件比刘备还差 事实上三人中张飞的条件是最好的 人家是卖酒屠猪的 家里有钱有地 而且喜欢结交江湖朋友 可以说他是完全可以靠自己拉起一支队伍的 无论怎么看张飞都是三人中实力最强之人 他应该是三人中的老大 结果刘备变成了老大 关羽变成了老二 自有实力的张飞却成了老三 这是为何呢 有人说刘备祖上是皇族呀 该当老大 这话其实就说的不太对 一个落魄皇族 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一个空名算什么 这一点上 本文觉得老版本的三国演义电视剧处理得比较好 关羽张飞 匕首腕 刘备直接拉开了二人 这才让关羽张飞对刘备十分佩服 老三国的这一情节来得非常妙 不然你几乎解释不了 凭什么实力最强的张飞会甘愿成为三人中的最后一位 名声这种事情 也就是唬一下没见过世面的人 真正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人 还是得看实力 刘备能成为三人中的老大 足见其武力不俗 而在之后挑选兵器的过程中 更显示出了刘备的不俗 关羽挑选的武器是青龙艳月刀 张飞的武器是杖八蛇毛 这可都是长兵器呀 符合大家的作战习惯 但是刘备的武器却是双骨剑短兵器 这就令人非常疑惑了 关羽张飞都用长兵器 为何刘备要用短兵器呢 难道刘备不知道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 这里面最大的解释便是 刘备本身擅长用剑 他剑数很高 所以不愿意用其他武器 征讨黄金军时 刘备多次亲上前线作战 还曾用弓箭射中黄金军张宝孙仲 可见刘备这人并非是大家想象中的文弱之辈 火烧薄望坡时 诸葛亮让赵云去引诱夏侯敦 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 诸葛亮甚至让刘备亲自去引诱夏侯敦 最终将夏侯敦成功地引入了伏击圈 夏侯敦这个人有多猛 大家是知道的吧 但是诸葛亮却让刘备去引诱夏侯敦 这说明什么 诸葛亮一生谨慎 初次指挥就敢让刘备去迎战夏侯敦 这说明诸葛亮是知道刘备这个人很难打的 对上夏侯敦是不会被轻易斩杀的 这就说明刘备的武功应该和夏侯敦差距不大的 这里正好印证了刘备出场时的那些特点 总的来说 虽然大家觉得刘备老是苦苦提提武功很弱 但是就他的表现来看 其实刘备的武功真的不算差 至少他也是个一流的武力水平 三英战吕布时期 刘备的上场非常关键 直接决定了战场的走势 刘备上场前 关羽张飞30回合战不倒吕布 但是刘备一上场 就使得吕布不得不分出精力 防备后方 正面面对关羽张飞的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最终才不得不战败撤退 所以说 要是没有刘备在后面吸引吕布的注意力 吕布怎么可能这么快失败 而如果要探究 要是刘备不上 吕布能不能斩杀关羽张飞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从刘备的行为上分析便可 关羽上场后和吕布打了30回合 拿不下吕布 如果关羽张飞处于上风 那么刘备还有必要上场吗 很明显没必要 所以说 从刘备的行为来分析 当时的关羽张飞在和吕布的一战中 其实并未占据上风 双方要分出胜负 还需要不少的时间 考虑到关羽兵器重 并不擅长久战 而吕布这个人有赤兔马相助 可以打很长的时间 所以本文更加倾向于 最终是吕布获胜 若是没有刘备上场相助 最终极有可能是关羽张飞落败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